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广东的广州 今天这个视频呢,带大家来看一个广州最牛的一个高中 华南四方大学附属中学 这前方呢是天河电影城 那么这所高中呢,就在这个环境位置 高楼大厦特别的多 这边呢还有一个城镇村,是石牌村 所以在这里租房子赔多的也是挺多的 因为这边租房子便宜嘛 然后又靠着华南四方大学附属医院 这个华南四方大学附属中学是广州最牛的一所高中 众所周知呢,它也是钟南山院士的母校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在2020年的双十二,也就是12月12日 华南四方大学举办校庆的时候啊 为钟南山院士呢,做了一个树像 并且当天亲自请钟南山院士返回学校 揭幕树像 这前方是钟南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呢 这里呢就是校园的大门 这个外围的一个环境 当时钟南山院士呢,现场提了几个字 心逢盛世,当不护盛世 经历着每一位学子 钟南山院士呢,是1955届的 现在也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这个荣誉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那么大家知道 华南四方大学附属中学 这个高考成绩有多么牛呢 2021年物理类考生 一共只有400人左右 但是排在省前一千名的 就达到了60人 历史类考生,仅40人 排在前一千名的占了15个人呢 尤其是单科物理一科 每10名考生啊 就有一到二人获得100分的满分成绩 这个就是校园门外的一个场景 安保做的非常到位啊 外来人员是不能进去的 我本来想去参观一下 钟南山院士的塑像 但是宝王说不能参观 只能是隔着校门远处看一看 他这里啊 985院校录取分柱线 超过了75% 也就是说 每四名附中人 至少有三人 可以被985院校录取 他这里的标语呢 也是让人激情澎湃 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他这里的重本率啊 高优率可以达到99.5% 当然了 这里还不包括 在高二的时候啊 提前入学的 一些北大的呀 更不包括一些被剑桥大学 海外知名高校录取的学生 他这里的屏蔽生啊 去年是有两人 占据了全省的第一名 屏蔽生呢 顾名思义 就是高考成绩啊 特别的好 分数被系统屏蔽的考生 如果这个分数公布之后啊 我估计会更加的惊人 他这里的校园环境 真的是非常的好 从这个外面就能感觉得到 怎么说呢 进了这个校园的门啊 就等于是进了985的 80%的门槛 当然这个学校呢 也是很难考的 你出生成绩 一定要非常的优秀 才能够考得上这所中学 其实这所大学创办的历史 也是非常的悠久啊 它建于清朝年间 也就是1888年建立的 那么它这里的教学实力 到底有多强呢 它这里一共是有教职工 大概是3111人 其中硕士研究生选拟108人 重高级教师3人 特级教师5人 高级教师112人 荣获全国模范教师 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一共12人 尤其是在2015年的高考时候啊 它这里的总平均分数 位居全省第一 理科类考生 平均分数640分 高抽一本 63分啊 校园到处都是贴着 激情安阳的一些标语啊 不过在这里 读书的学生呢 看样能力还是要有一点的 它这里的校训呢 是尽得修业 格物知志 凡事都要认个明白 探个究竟 要做一个真正明白的人 唯一人行事 绝不糊涂 今年的高考成绩即将揭晓 不知道成绩怎样 应该来帮助 优优独播剧 这下集结束 是